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喜欢的人喜欢的不得了 不喜欢的人连试都不愿意试 如果今天我注意的还是单纯的衣着 你怎么今天穿得像个贵妇人呢 没有 因为我是问了编辑今天要聊什么 要聊什么 要聊关于一副照片的事情 但是这是个大学生的话题 怎么你就穿得像大学生的老师呢 我觉得先让大家看了那个照片之后 然后我才告诉大家我为什么要穿这个 所以买一伏笔 你说霍英东 我想起来这个大学生啊 现在就是那天我们开完会 说明天聊霍英东 然后我出门碰见一大学生 名牌重点大学文科的这个大学生 他的这个回答让我深受启发 我就问他嘛 我说这个霍英东去世了 你有什么感想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 谁 不认识 不认识 不认识霍英甲 不认识霍英甲 对对对对 我们那边倒来说 录完了 今天晚上播霍英甲吗 这个世界 我觉得是不是老了 就是你也不能说人家不知道 这个就要叫信息爆炸 他信息量太大了 每个人他会对自己的信息 对自己的兴趣进行 要必须要进行必要的选择 在这个选择过程中 那位可爱的大学生就把霍英东同志给pass了 但是那位可爱的大学生呢 他会注意另外一些问题 就像这个丹臣说的 最近一幅照片在网上 轩然大波 这么小的一件事情 但是轩然大波 从这照片上看 这八个女学生 咱们来看看 在中国人民大学 这是算学士帽吗 听说还是研究生 这算露腿吗 就是这么一个造型的照片被认为是露大腿 然后呢 就这个还引起这个一轮社会讨论的这个狂潮啊 我也在网上看了 我觉得很多话说的有点太过分了 说什么呀 说他们说弄的跟鸡似的 然后什么小姐啊 然后出来卖的 我觉得我觉得几个孩子不至于这样 还有那笋子呢 露什么 露是没问题的 问题是腿太粗了 还有说这个的 你看这个照片怪就怪的什么地方 我不想对它做是非评价 因为我认为任何一种服装 就是我常常会给朋友们聊天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感觉啊 就是人随着服装走 例如我穿上西服 对 衣服穿人呢 你听我说 例如我穿西装的时候 我一定会找一个符合西装的基本的行为规范 比如我腰要挺直 其实我说话的时候节奏会晃慢 我穿上薰衣服的时候 我的行为就可以相对的变成无所拘束 也就是说服装对人的行为本身会有一个暗中的规范 我可以印证你 你知道我最怕穿西装 穿礼服 穿西装 穿礼服啊 严重影响我的主持状态 就是你要挺的 捆起来 说话都不一样了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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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问题就出在这里 我们刚刚看了这张照片 他们穿的那个服装是一个特殊的服装 也就是说是在学生毕业 或者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穿上的学色服 这个服装其实很多老百姓没有意识的 潜意识的他也感受 感觉到 就一旦有了这个服装 你穿上这个服装 他必然要附带一套行为规范在里面 突然你露出大腿了 这个露出大腿之后 就本身就对这个服装的符号意义 或者说对他应该有的规范就形成了反叛和挑战 那是你说的理啊 我愿意露 我就露这又怎么了呢 这是第二 我们谈第二部问题 就是现在确实他们露了 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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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不知道那么多网友去痛骂 我觉得是大可不必 这个是个女性话题 我觉得你现在 阮夫人你可以谈谈 为什么要谈这个话题 你要穿这个呢 因为首先觉得 像王老师说的 特定的服装 然后呢需要有你要特殊的对待 但是他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他们不是说跟校长或者师长在一块的时候 拍那种很正式的那种毕业照片 是比较私底下的这种场合 做的一些可能有点出格的事情 人大校门口是比较私底下的场合吗 怎么说呢 你没有老师在旁边 就是孩子的那种任性的东西可能就会有了 我所想到的是什么 就是我所接触的一批所谓80后的小孩 80后的小孩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注意到他们拍照片 他们拍的那个瞬间照片 他一定不会给你像我们这代人照的时候 就一个微笑或者一个严肃 不是 他一定要给表情 摆头的时候 对 他一定要给一个或者一个眼睛 剪刀手 剪刀手 发的哈 一声大笑 都拍还有大头天 然后一这样 对对对对 80后就有这个特点 他觉得这样会有个性 对 但是说到这个 可能现在我们觉得有问题 可能空了10年20年之后 哪怕过了三四年 就觉得没有问题了 打一个最简单比喻 就是说我为什么今天要穿成这样 我发现你穿成这样 他说话真的就显得都是老话 人跟着服装走 人跟着服装走 没错 因为我也很崇敬的一个女性 就是王光美 她过世了 她过世了 但是你知道吗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 她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罪名是什么 就是她跟刘少奇同志出访的时候 她穿的是旗袍 勾勒的是女性的身材 然后戴的是珍珠项链 对呀 这叫咱们现在来看 觉得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 她就遭到了批判 而且很多人就以这个理由 然后批斗她的时候 把珍珠项链给换了 换成了这么大个的那个乒乓球 挂在她身上 为什么说 就是走资本主义路线 那个丢我们共产主义的那个领导人的脸 就是说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批评啊 对人格的侮辱这些语言就全来了 就完全的上纲上线了 我觉得 你看这个王光美当时的 所以你就穿的像王光美了 你要为她证明 把假珍珠带回来 是吗 她向王光美致敬 用今天这个服装的方式向王光美致敬 我们只能这么理解 你看今天我们再来看 王光美在当时的社会主义的这种特殊的话语的语境里面 她的行为 她无意中 她用她的服装对这个制度本身的压抑性进行了反抗 今天我们再看80后的这张照片 就是学士装确实给了她一套行为规范 就是按照就是公众赋予她的 就你穿的这个服装 你就应该有这套服装的基本的样式 就像你穿的这身服装 你说话的时候有点疏你的意思了 对吧 对对对 显得比较典雅了 那个也要求是这样 可是那就是说咱俩要准备好朋友交心 坦诚相见 咱俩就脱了 浴池里边谈话 是吗 不不 浴池谈话 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那就是卧意随便 其实是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人类社会啊 虽然说什么真为荣假为耻啊 但是啊 可能还只需要一些虚假的 你比如从我本心上来说 我强烈呼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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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咱们世界能不能把这西装废除了得了 以后就不用这个衣服了 大家当年李泽凯 李嘉诚的那个儿子 就是比较时尚的嘛 就IT业的 他就开始参加会议的时候穿那种卡其布的裤子 其实此风我觉得可以提倡 但后来我发现呢 毕竟他有那么一些典礼 有那么一些东西 你觉得那充满了虚假 可是后来你就又会想啊 这个人类到最后什么虚假都没有了的时候 这也就是动物了 你想想咱们前段时间搞那个忌孔大典 为什么要穿单元古人的服装 对 穿汉服 为什么要古人整一套 整个那一套礼仪 包括手持的道具 他都要恢复那个古代 我们汉人当年古人的那一套规矩 他就是 如果你想想看 如果哪怕是穿的西装 咱们不算穿休闲 穿的西装 你突然觉得在那个仪式里忌孔它是不对的 所以说任何一个场合 它有一个特殊的规范 有一个事件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巩俐 最开始去嘎那还是去哪儿参加的是 参加那个营展的时候 曾经他戴了一条钻石项链 号称是一百万 我看不见 然后结果国内的是批评的声音会很多 然后说你看我们那个老百姓才穿那个什么样的衣服 我们的生活水平是怎么样 你一个女演员 然后到国外去你戴那个一百万的项链怎么怎么样 那一百万像是一个战士商战 控了两年之后 也有人跟他翻案了 说他一百万的项链怎么了 那证明我们中国富了呀 我们中国女演员走到外面去 跟国外的隐形是一样的 他们戴一百万的项链 我们也有一百万的项链 这是给中国人争脸 咱们的脖利都体现在巩俐的脖子上 也挺惨的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的感觉跟你们就不一样 我就看这个照片 我就觉得这个事可能也有它的是非 可是太小了 现在人大方面也表示说什么自由创新 什么无可非议 我想到的是另一个问题 我觉得也是当今社会 我做这么长时间节目以来 我的一个问题 比如他们说你们谈这个问题吧 我是好 我说最近又老让我谈脱衣服的 就是教授上课哗啦把衣服脱了 诗歌朗诵会上的诗哗啦脱了 把底裤也脱了 什么就是这个脱那个脱 我说这个 我倒想到 我说为什么 那么多人对比跟他无关的事情那么关心呢 老实讲 这些光怪陆离的现象 只要是在文明世界 或者是在西方世界 比这个更过分的都有 但是你发现没有 他不会成为什么轩然大波的 一般人就是看看 哎 就算了 所以我得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还是怎么这么些人会对一件 照我看来 这小的不能再小一件破事 他们关心 甚至是口诛笔伐呢 你要想到一点 现在是个标题时代 他们的那个标题起的太重要了 说人大 那个女学生毕业的时候 穿着学士服 露大腿 怎么样呢 就给人一想象 然后呢 我还发生过很多事情啊 就网上的那些帖子也好 包括博客也好 我曾经发过一篇博客 就是迎接奥运的 那时候呢 是在那个 因为我特别喜欢游泳 然后我在三亚 我写的这篇文章呢 就是说 希望大家能够多锻炼身体 但是我配的是一个 比基尼的那个泳装 你的 我的比基尼的泳装 那我得去看看 你看你看 马上就是这样 为什么要看 我觉得我发了照片呢 是让大家看的 没有问题 但是你知道 那个 拉出来的那个标题是什么吗 跟奥运一点关系都没有 写的是 严丹臣 喷火泳装 怎么怎么怎么样 当时我妈就跟我打电话了 这这这这这怎么回事 我说没有啊 我说你看 就是那个平常旅游的照片 连装都没有画 也没有说 摆那种什么 骚手弄姿的那种东西 没有 就很正常 然后还有骑那个摩托艇的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运动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而且环境也是我们需要 注意的事情 大家不按照你告诉的来 对 反正他那个标题 就完全曲解了你的意思 但是这你不能怪大家伙 我觉得那我也 基本上照这路子去看 对 我觉得你看没有问题 但是你的那个标题 就会给人一起 标题是吸引很多人 点击到你的这篇文章里去 但是留言 因为他看了 最终还是看了你的全文 然后看到你的本意 但是留言 是每一个个体做出的留言 就是对这个事件 他做出的判断 这和你刚才讲的是两回事 完全是两回事 你说这留言 还是启发我 我跟你说 就是说我为什么 最近我就痛感 就别人大家对别人的事情都太关心了呢 就其实啊 我现在觉得我们需要节制一下 对跟自己无关的事情的这种好奇心 而且有的时候 我很怀疑有些人的动机 你比方我举个例子啊 我那天看见一个文章 看一个故事 有一个女的 她一对夫妻俩 她一对夫妻俩 婚姻也挺好 这个丈夫成功太太漂亮的 但她太太有个痛苦 有个困扰 你知道这个困扰是来自于谁吗 来自于她的女朋友 她的女朋友呢 见天就跟她说 说 我在哪个百合公司啊 看见你老公跟哪个女的在一起了 你知道吗 她很困扰 到最后她就写什么呢 她说 其实我们俩挺好的了 已经十几年了 我很适应她了 我也不想再 再换一个了 而且现代社会 这个男人 就像那天刘嘉玲都说嘛 就你别让我知道 对吧 就是说这是我的选择 我的生活 你跟我说这些 你也动摇不了我们的关系 你只能给我增添烦恼 可是你还是打着好朋友的名义 他就关心你 我跟你说 我很怀疑这种动机是什么 善良的 而且这个女的到最后急了 急了你知道怎么说 就急了就掰了嘛 就是说 怎么你对我们家的事这么关心呢 是我们欠你钱吗 文涛 有时候对他人的关心 实际上是施加了一种暴力 没错 这是关心 在关心的名义下 其实掩盖了很多暴力 不可告人的动静 这是在我们的这个 你看 你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 就是你刚才提出 为什么在西方这种特异的这种例子 你看 我就知道 很多人就告诉我 在德国留学的朋友就告诉我 在德国 有年轻女孩 大马路上 就在大马路上 把衣服脱光了 她为什么 她要向路人展示她青春美丽的身体 她觉得这是 她不是羞耻 这是一个知道炫耀的 知道她骄傲的事情 但是这个在中国一定是轩然大波 甚至警察就把人抓起来 就是我们一定要在想 就是改革开放到青天 中国走了多少时间 没走多少 没有多少年 但是西方的文艺复兴 包括这个所谓人的解放 人的发现 他已经走了很长的路 他们的文明程度很高 你说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的这个人际关系 还是过去的 对 跟不上这个社会变化这么快 对 你比如我在香港 我立马就明白了 就是说 好比说 你不要对别人太好奇 比如说 我必须节制 我对吴小丽的公司的好奇心 因为这不是为了 这不是为了保护他 而是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心情 你知道了之后 你不开心 然后你就是个社会不稳定因素 你为什么不开心 我不开心 万一比我高呢 比我高 我不开心 我不开心的 你要是修养不好的话 你会爆发出来 你在公司里 你就是个不稳定因素 不爆发也会心理扭曲 心理扭曲 你说一说和谐社会 其实你比如说 中国的很多事 我现在觉得颠倒黑白 就是说 你意识不到 当你跟人家 八卦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是欺负到人家家门口了 你比如说 只要西方人来说 你怎么能问我婚姻状况 你侵犯我的这个家庭了呀 但是在咱们这 他还觉得不带理智气状 而且我是关心你 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 你可能幸灾乐祸 你可能是嫉妒 你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无聊 对 你知道吗 就完全这个 很多人就说交朋友 要叫我觉得 人际关系 为什么说需要简化呀 一二知己足矣 交的那个大多数朋友 你回头想想 整天给你带来烦恼的 很少是你的敌人 所以大部分都是你这些 乌七八糟的 说朋友不算朋友 说什么 什么酒友啊 饭友啊 对 这种人 是啊 所以这个 我觉得刚才讲的这几张照片 这张照片 这帮小孩 所谓80后的这帮孩子 他们真的是以他们开心的方式 他们肯定不是有意识的 要反抗什么 他要是有意识的 说要乐的话 他就不穿什么牛仔裤啊 不不不 但是他们真的是无意 就是无意中 他们向这个社会提出了一个挑战 他可能他的自我意识不是挑战 他是觉得要开心 他是觉得要开心 可是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 觉得这个跟挑战扯不上关系 这社会上很多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啊 你好比让万物啊 自行自作 如果某个人脱了个衣服 你现在西方就裸奔 出现在个娱乐新闻 大家 我这一笑 他一个浪花出现了 他就平息了 出现了 他咱们不一样 一弄这个话 趋之落 这是在一个特殊的文化语境里 特殊的社会的语境里 特殊的文化氛围里 所以他这个行为一出现 我们刚才讲 为什么说他具有反叛性 如果不具有反叛性 仍会有那么多人齐身讨伐 为什么 在西方为什么有讨伐 因为他们习以为常 因为他们的文化开明程度 你的意思是咱还保守到这个程度 咱们还是有保守的 那说明我比较开化 所以我觉得这事算什么的 脱光了 不大合适 相机上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看丹臣就是个乖女儿 三点试让妈妈给骂了一下 然后就把妈妈的衣服换上 我妈也不是说骂我 她就觉得那个标题写的有点过分 因为她不是我的初衷 我问你 你看前一阵 说是那个超女 她妈妈不是出来抗议吗 在什么男人装杂志上 拍了那个蒙嗨大北广州画像 你见了那照片了吗 我没有见过 就是性感照 谁的照片 一个前超女 叫什么什么 韩语 我闹不清 就她妈妈很气愤 我问一下你这个当演员的 你比如说你要是这种暴露性感妆 乃至于电影里边的这种表演 你妈妈会什么 那你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的话 我觉得没有什么 但是现在就有些人曲解了她这个东西 就老是一说哎呀 这又漏点了 那又怎么怎么样了 把拱令以前的那种什么 一格一格的她都能给她困出来 说你看这里就漏了 那徐静雷 玉女 她也漏了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的心态有问题 你不能这样的 那以前的那种 我看过那个 有一个片子叫 以前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不是不是 我觉得你会影响演员的创作 那个李少宏导导演的 有一个戏叫红粉 是王姬跟那个 王志文 还有一个女的叫何塞飞演的 何塞飞演的那个女的呢 她后来怀孕了之后 然后她有一个怀孕生完孩子 然后呢 确实能看到漏点 我也我也看到了 然后旁边就有人说 哎呀 怎么怎么怎么 我说 她那个时代是三十年代 女人还没有胸罩 那时候 再说她为孩子 三十年代的妇女全漏点吗 没有 她穿的那个衣服 她是个孕妇啊 但是她要普遇孩子呀 所以就说 方便 方便吧 你要看到这个你不能说 你光看到说 哦 这是漏点的 你为什么不能想一下 她是一个孕妇 她演的这个角色是怎么样 你只是光看到了 她的那个表面的东西 所以你就这个人的心态 好事者呀 就不会这么去想 她心态 她是要抓着这个 你比如说那个 拱立那个黄金甲里面的照片 有一个网友给我留言 说王老师 你快去看看 拱立那个 你们黄金甲已经漏点了 你们赶快告诉张艺谋导演 我就上去了 就是所谓张艺谋八 我一点那个照片 果然拱立漏点了 我说这个还了得 我赶快通过我们那个秘书 给说 赶快给一谋说 一谋说 我这检查了无数遍了 很着急是吗 一谋说 我检查无数遍 不可能有这个 一定是网友的恶作剧 最后证明就是网友的恶作剧 你可能没看 真的是点 真是坐上去的 就电脑愣是把那个点给撞上去 把你的脑袋 然后跟别人的身体结合在一起 就是现在有许多好事者 就是他真的是 我觉得中国啊 现在我不知道 咱们都是博客 咱们都有博客 最近他也看了一些留言 你突然会发现有很多 可能是活得很无聊 他就主动寻找 好事 这是我还是讲的 为什么你要对别人的事情那么关心 他提的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其实这个一个人呢 好比说这个你个人生活是很丰满的 比如说有你的家人 你像在西方人家就讲了 就说一个人为单位 以家庭为单位 一二知己 这是构成你个世界 过去有人就说 说中国人的这个私交太频密了的话 功德就短 好比说在西方社会说起来 人跟人之间互相尊重隐私 你不能管我的婚姻 不能管我的收入等等 但是实际上呢 大家反而能对我们共同利益相关的事情 你怕特别有功德 我就说你像香港 我就感觉到 哎呀 一个小男孩给砍了 那这个社会有正气啊 说起来你说 咱这儿这乡里乡亲的 人香港人际关系很冷漠 一般都说嘛 但是这个社会有正气 从这个什么特首 曾言权 人神共奋 刘德华 就到病房去 去唱歌 不是唱歌送花啊 什么的 那个时候你又觉得 大家伙 虽然平常彼此尊重隐私 可是一旦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 好像反而很有功德呀 对呀 就像现在那个香港呢 演员工会 什么阿娇的偷拍的事情 有很多人挺身而出 对 中国到现在都没有演员工会 然后演员好多人都是拍了戏到最后 有时候连钱都拿不到 怎么办 没有人主持过 这就是正气 你看阿娇拍了 曾言权特首曾言权 你见过咱这一市长出来 为这事说个什么话吗 对